这一天 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被巨物支配的王子 那是一艘直径近60公里的外星飞车 当他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时候 天空都在冒着熊熊火焰 从未见过如此景象的人们被吓得惊慌失踪 大街上的汽车频繁相撞 看着铺天盖地的外星飞车 所有人被吓傻了 稍微清醒的人们开始拼命地逃散 整个城市瞬间陷入了火荒 总统立即开启了全国的直播讲座 试图安抚受到惊吓的民众 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外星战监 恐慌早已经在人群中蔓延 他们开始收拾行李 计划离开这座城市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 一个男人却在电视上疯狂地大喊大叫 尽管传闻中有无数的外星人事件 如今传闻已成事实 一些极端的人们却丝毫不慌 他们聚集在高楼的屋顶上 高举牌子欢迎外星人的导致 大卫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 他意外地破解了外星飞船 隐藏在卫星中的信号 原来到访地球的外星飞船不止意思 而是多达15艘 他们停留在世界每个大城市的上空 一旦准备救血 他们将会向整个地球发起进攻 而那时将会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大卫急忙与父亲来到白宫 试图将自己的推测告诉总统 但为时已晚 军方为了表达善意 派出了一架名为迎宾号的直升机 前往外星飞船附近 试图通过光信号与外星人取得沟通 然而对于美国人民友好的态度 外星飞船直接用一枚激光导荡 直升机瞬间化为了灰烬 果然是来者不善 史上第一次人类与地外文明的战争即将爆发 总统立即登上空军一号离开白宫 眼看着外星人即将发起第一波攻击 此时高楼上的人们还沉浸在欢迎外星人降临的狂欢中 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一艘直径长达六十公里的外星战舰降临地区 此时高楼上的人们还沉浸在欢迎外星人降临的狂欢中 丝毫不知道末日已经来临 只见飞船底部的舱门缓缓打开 幽兰色的光线照亮了整个城市 周围的能量开始向中心汇聚 随着一道光柱倾泻而下 这座高达两千英尺的建筑如红纸 一样被依偎堵地 燃烧的火焰犹如海浪般席卷着整个城市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外星人的火 巨大的冲击波瞬间摧毁了一击 尽管人们拼命地逃跑 但始终跑不过死神的手探 有些人还在做着最后的证断 有些人已经放弃治疗等待死 与此同时 一道激光炮再次朝着白宫跑出 瞬间灰飞烟灭 而空军一号却顺利逃过了一击 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 半个城市几乎变成了废墟 慌乱的人群中 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正在逃离 眼看着灾难即将来临 他集中生智狠狠地踹开了隧道里的围修间 然后和儿子躲进去 紧接着大声呼叫狗子逃命 在死神降临的最后一刻 狗子也跳了进去 当一切平静后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只有这对母子和一只狗狗活了下 军方立即组织反击行动 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正式打起 当战机群来到外星飞船前 眼前的庞然大物让飞行员都感到震惊 可目前的局势没有时间让他们害怕 随着将军发出命令 所有的战斗机开始锁定目标 紧接着无数导弹朝着外星飞船哄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 导弹却如同雨水打在玻璃上一样毫无伤害 外星战舰外居然有一层能量互 科技相差这么大这场仗怎么大 就在刚刚 一场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正式打起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义 人类最厉害的导弹 却破不了外星战舰的放弃 当第一波攻击失败 战机群立即调整攻击方向 再次朝着外星战舰发射了数枚导弹 不料结果还是一样 眼看着离战舰越来越紧 飞行员急忙向上拉伸 一架战斗机来不及反应 却撞上了防护 瞬间击毁人亡 战友们不得掉以轻刑 他们需要马上远离飞船的放弃 可为事已晚 战舰中瞬间飞出了成千上万的外星飞船 对他们发起了反击 双方相遇的一瞬间 人类战机损失惨重 而敌人却完好无损 原来这种小型的外星飞船 也有坚固的防护 人类在敌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指挥中心这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不断伤亡 却无能为力 科技技术如此悬殊 总统即刻命令战士们及时撤退 然而面对着数千倍的敌人 人类战机只能不断地被催 尽管两架战机侥幸逃离 可身后依然有两艘外星飞船在疯狂地追击 战友为了引开敌人 于是快速地向上拉伸 结果导致机舱缺氧失去了控制 下一秒就被敌人直接摧毁 与此同时 无数外星飞船飞到了北美防空机 整个基地被敌人无情的攻击 画面像是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星际大战 面对着高科技的外星飞船 来不及躲避的士兵们死伤无数 空军基地瞬间被全部摧毁 而另一面 史蒂夫将一艘外星飞船引到了一处峡谷 敌人在身后紧咬不放 凭借着对峡谷的熟悉 多次躲避了外星飞船的炮弹 眼看着燃油不足 史蒂夫集中生智 一把将战机的减速装置拉开 对方被减速伞挡住了视线 紧接着将自己弹射出舱 战机直接撞毁在前方的悬崖上 而外星飞船反应不及 紧跟着也撞向了地面 史蒂夫安全地从空中降落 他骂骂咧咧地朝外星飞船抖去 当他打开敌人的舱门时 一直甩着尾巴的外星人正要冲住 却被史蒂夫一拳打晕 这是被史密斯一拳捶晕的外星人 就在刚刚 他拖着昏迷的外星人 在沙漠上艰难的情形 好在遇到了一群逃难的车队 随后他们来到附近 一座秘密军事基地 在将抓获的外星人出示给守卫看后 守卫连忙让行 原来这座基地正是传闻中的五十一区 外星人对地球的第一波攻击 毁灭了无数城市 五十一区却成为了唯一安全的地方 幸运逃过一劫的总统团队 也来到了这 看着眼前的外星飞船 所有人被感震惊 原来军方早在六十年前 就已经知道有外星人的困难 这是一九四七年 罗斯威尔事件中意外坠落的 那艘外星飞船 还有被做成药酒的外星人实体 国防部近几十年来 一直在对外星飞船进行秘密的研究 不仅如此 五十一区还隐藏着 更不可思议的秘密 教授立即向众人讲述 几十年来研究的证明 这些外星人身穿一种生物窥体 他们的组织结构与人类相似 同样是一种相对脆弱的有机体 他们没有生态 通过使用类似于脑电波的方法进行交流 正在这时 教授突然收到消息 一个还活着的外星人此时被带到了基地 他急忙跑出去迎接 原来史密斯随着车队来到这里 外星人立马被送到了隔离室准备进行解脱 教授开始用手速刀割开外星人的窥解 可下一秒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随着教授继续解脱 众人终于看到了外星人的真面目 而此时外星人的手正在缓缓移动 他们却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紧接着两个人影倒映在突然睁开的眼睛 教授转眼一看 一股无形的能量正在刺激着他的脑袋 外星人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立马朝着实验室的人发起攻击 当军方高层赶到时 只见厚厚的烟雾笼罩着整个实验室 总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军官想将教授做出来 却遭到将军的阻止 直到他看到缠绕在教授脖子上的出手时 才知道教授已经被他控制 随着浓烟缓缓散去 外星人终于露出了那诡异的声音 人类迫不得已向外星战舰发射一枚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论 就在刚刚 几名教授正在解剖一只外星人 不料外星人突然醒来瞬间将教授控制 以此利用他的声带与人类谈判 话音刚落 总统顿时抱头倒地 将军一声令下 所有人立即朝着玻璃罩里的外星人全力看了 经过了一番剧烈的阵破火 总统的意识里收到了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最终目 军官掏出手枪 对着没有完全凉透的外星人捕了几枪 直到外星人彻底死 总统最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他 紧接着一架携带着核武的第二轰炸机向外星战舰出发 随着一声令下 一枚核弹朝着外星战舰发射 倒计时结束 核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 就在大家为此欢呼的时候 却得到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 外星战舰毫发无所 面对威胁着全人类的外星入侵 难道人类就此灭绝吗 这一刻 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 大卫也因此喝得烂醉 他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奋 但父亲一番安慰的话让大卫突然清醒 大卫想到了对抗外星战舰的能力 于是急忙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科学家 并召集了所有人 他将一个可乐罐放在外星飞船上进行射击实验 第一次尝试 子弹毫无悬念地打在防护罩上访谈了出去 吓得所有人一大挑 紧接着大卫给飞船种上病毒 便让军官进行第二次射击 结果子弹成功打中了可乐罐 外星飞船的防护罩已经消失不见 这就是大卫突然想到让飞船感冒的报告 他要利用这种病毒通过信号传输给外星母舰 从而破坏外星战舰的防护罩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起反击 可想要到达母舰 他们必须挑选两名战士重坐这艘飞船前往外太队 并偷偷潜入其中将病毒直入 不过就算是成功了 也只能为战斗迎来几分钟甚至更等的时间 事已至此这是人类唯一的机会 为了防止不出插头 大卫和史密斯愿意舍身前行 而此次的任务也将九死一生 这是人类与外星人的一场终极之战 为了破解外星战舰的防护罩 大卫和史密斯乘坐敌人的飞船 朝着母舰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 基地开始通过摩尔斯电码 向全世界发布反击的信息 两人很快来到外太队 一艘有着月球四分之一大小的母舰立在眼前 等他们靠近的时候 飞船突然失去了控制 并进入了自动驾驶 这在大卫的意料之中 在他的牵引下 他们开始缓缓地飞入雨季 看着眼前的景象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艘太空飞船 飞船从一群外星人的头顶上飞过 下方一个巨大的平台上 数以百万的外星人军队整齐华裔 似乎在准备发起最后入侵的集结 此时小型飞船被固定在一个机架上 大卫急忙打开电脑 开始上传病毒 与此同时地球也收到了消息 人类战机蓄势待罚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很快并不植入成功 其威力直接影响了正在追剧的外星人 难道是熊猫烧枪 将军随即下令开火 战机立马朝着外星战舰发射了一枚弓 随着防护盾的出现 导弹被成功拦截 眼看着计划失败 战机群只好暂起撤退 但总统依然不担心 于是又向外星战舰发射了一枚弓 此刻所有人屏住呼吸 随着导弹在战舰上炸开 向外星战舰发起全面攻击 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战舰 人类的导弹根本无法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 紧接着无数外星飞船飞出开始攻击 防护盾已经被打破 人类与外星人的战力欺负相当 为了取得胜利战士们也是拼死一名 与此同时 地面基地也遭到了外星飞船的袭击 士兵们死伤无数 所有人赶紧躲进防空洞 此时外星战舰再次开启了拥有 无威力的激光炮 总统舰撞急忙发射一枚导弹 试图将它打光 不料被底部的舱门挡 眼看着激光炮即将发射 那名自称被外星人俘虏过的老头 愤怒地摘下无袭机 直接飞到战舰底 然后撞上了发射的炮网 外星战舰瞬间爆炸 顿时燃起了熊熊烈武 然后往地面坠入 老头不但为自己报了仇 还成为了救世英雄 另一边 太空母舰上的大卫和史密斯完成任务后 没想到飞船无法起 两人陷入了绝望 他们向对面指挥舱的外星人 打了个招呼 毫不犹豫地向母舰发射了一枚导弹 幸运的是 飞船的固定架在这一刻突然松脱 史密斯急忙启动飞船逃离 后面数架外星飞船紧追不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两人最终在舱门关闭之前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外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核弹的倒计时 太空母舰直接被炸成了碎片 人类最终取得了圣灵 然而所有人不知道 在太空母舰爆炸的前一 一个外星人的求救信号已经发了 再次被灼烧散发着红色的火焰 硕大的飞船再次降临地球 这艘飞船直径达到了5000公里 体积达到了地球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穿过大气层时 天空泛起诡异的红色而云层也是一片火海 这也将映射地球未来的遭遇 因为万有引力 当其中一个物体质量足够大时 就会吸引质量比它小的物体 飞船的中心位置 还具有掠夺用的引擎吸力装置 整个飞船覆盖的区域 所有的建筑都被吸引到了空中 那场面犹如世界末日 外星人还没有进行正式的进攻 但人类的家园早就已经满目疮痍 人类当然不会坐以待比 在20年前经历那场独立日耗跌之后 人类通过借鉴外星人的科技 不仅建成了禁地轨道激光防御系统 人们还在月球上建立了前哨作战基地 可就在人类纪念20年前 击败外星人的庆典时 月球背面缓缓地显现出 一个巨大的外星飞船 而他们瞄准的正是地球 月球作战基地在感受到威胁后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先发制人的决定 蒋指挥官发出指令 激光离子炮立即发射击中了外星飞船 但攻击竟然被防护罩完全吸收 于是大家立即准备进行第二次攻击 可是离子炮的充能时间太长 外星飞船在充能时间内发起了进攻 一发激光炮下来 前哨基地直接被毁移 外星飞船擦着月球表面向地球袭来 经过各国首脑的协商 指挥官在各国首脑的同意下 启动了禁地轨道防御系统 可是外星人却在系统发射前 率先发动了攻击 一瞬间整个禁地轨道防御系统 尽数毁灭 最后的防线已经失守 飞船开始接近地球 硕大的飞船直接覆盖了整个大西洋 而东海岸就这样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老总统立即赶往51区基地 地球作战指挥官马虹迎接了他的到来 他们直奔关押着外星人20年的监狱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些外星人最近开始变得暴躁 而科学家却说 这些家伙们似乎在进行着某种狂欢 老总统直接进入实验室 将自己反锁在里面 他要与外星人进行一次交流 希望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原来20年前的独立日反击战 人类虽然取得了胜利 外星人却在失败时向母星发射求救信号 他们的领导者 女王将会亲自带着部队杀向地球 女科学家拿着原型图案询问他们时 外星人却突然发飙 他们对这个图案好像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与不安 教授猜测这个球体可能是消灭外星人的关键 老总统生命危在旦夕 所有人都拿起武器朝着外星人开始射击 这时外星人也抢回一把武器开始反击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老黑抽出自己的双刀 一把刀直接插入外星人的后背 外星人的台甲直接废掉本体掉落在地上 雷达扫描出密密麻麻的红色目标 而不出意外的话 中间最大的红点就应该是外星人声称的女王了 这么硕大的女王超乎了人类的认知 同一时间 侦察机返回情报 外星飞船正在用激光钻头在海底钻洞 大卫明白了外星人的意图 他们的目标正是地球的地核 如果地核破碎 磁场将会消失 大气将会蒸发 地球生态将会完全毁灭 到时所有生命将会无一性命 从20年前的战役中我们得知 飞船被毁所有的外星人将会停止攻击并撤离 那么也就表示如果女王被消灭 外星人就会撤离地球 所以他们决定组织一个轰炸机小队 装载核弹进入外星人的飞船 摧毁飞船并杀死女王 空军立刻开始作战计划的部署 几百架战机立即出发 人类开始了反击 当战机群到达飞船附近时 飞船的防御武器开始攻击目标 战机群立即调整队性 全体俯冲向下吸取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保护住轰炸小队 这时外星UFO也倾巢而出 双方立刻发生了激战 一场场斗斗在天空中上演 轰炸小队突然发现了飞船开启舱门 他们成功从舱门飞进了外星人的飞船内 里面却出奇的安静 就在大家锁定目标准备发射核弹时 飞船内部却突然发出一道绿色的能量波 战机群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核弹头也被小型飞行器吸附发出绿色光芒 飞机失去控制马上就要坠武 小黑立刻开启手动引爆模式引爆核弹 但是核弹爆炸的冲击却被包围在球形的防护罩里 过了一会 杰克清醒了过来 他却看到一群外星人正在追击幸存的驾驶员 他隔开绳索掉进水里 可这时却被外星人发现 他与小黑立即潜入水里 就这样躲过了外星人的搜索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有着完整的生态系统 几个幸存者重新集合到一起 他们在中心区域发现了几架UFO 众人打算偷走几架离开这里 杰克这个憨憨为了创造机会 于是静止跑到平台上开始了与外星人的交流 其他几人则趁着外星人分神的时候钻进了UFO 这时杰克正在打着宇宙通用手势 并且还在平台上做了个记号 一群外星人被熏了出来 立刻朝杰克开始射击 这时安齐拉波比启动UFO直至撞向外星人 杰克看到一只幸存的外星人立刻冲上去 一个右勾拳差点没把自己打骨折了 还好小黑启动了武器 把外星人打成了马蜂窝 几人驾驶着UFO紧急从舱门逃了出去 同一时间 在51区的基地内 教授切开了从月球带回的物体 里面直接滚出一个白色球体 它就是外星人恐惧的那个圆形图案的尸体 科学家们对它进行了扫描 这个球体却不是人类所制的任何物质所打造 可就在这时程序员路人甲浩奇伸出双手 结果他的双手直接陷了进去 球体就这样被激活 白色球体从残骸中滚了出来 这时路人甲浩奇伸出双手 球体就这样被激活了 他用地球上的语言开始与人类交流 原来他是来自别的星球的高等文明生命体 他们几千年前就舍弃了自己的尸体 并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他们的文明高度发达超越了人类几千年 地球上的外星人他称他们为收割者 他们与收割者已经争斗了上千年 收割者来到地球就是为了抽取地和能量 他们用这种能量来发展科技 他们到处侵略摧毁了无数的文明 而白球的母星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 他是他们星球文明唯一的生还者与保存者 他记载着他们文明所有的科技 其中有一项就是能够打败收割者的大杀器 这就是外星人见到圆球图案后会恐惧与不安的原因 白球非常愿意分享自己所知的科学技术 但是圆球系统启动后 收割者女王也会感应到他的位置 果然他已经感知到白球的位置 他激活操作 飞船直接发出一个巨大的冲击波 直接覆盖了全球的每个角落 所有的卫星立刻同时被摧毁 女王决定发起总攻 他穿上自己的台甲 他要亲自上阵毁灭地球 飞船直接分离出一艘飞船 周围围绕着无数的UFO 他们直接奔着白球的位置席卷来 人类立刻组织防线 阻止收割者女王拿到白球 这就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场最终对决 一场关乎人类生存的战争终于打下 收割者开始了进攻 黑压压一片的UFO蜂拥而至 人类也在拼死抵抗 可是敌人的数量太多 火力太猛 人类渐渐落到了下风 这时又传来噩耗 外星人仅剩16分钟就能钻取到地球的地合 如果这16分钟内没有击败收割者女王 地球文明也走到了尽头 老总统再次登上战机 20年前他亲自出征获得胜利 20年后他决定亲自携带核弹进入飞船 与女王同归于尽 他成功进入飞船 飞到了女王所在位置 核弹成功引爆飞船瞬间灰飞烟灭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可是这时女王却并没有死 他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他的生化台甲硬生生接了一发核弹 这让人们有些绝望 大卫与其他人急忙逃离基地 战斗机对着女王疯狂射击 可是这些攻击却打不破女王的防护罩 女王疯狂追击着大卫 战机并没有放弃对女王的进攻 大家将火力集中在一个底 终于打破了女王的防护罩 但是战斗机也被女王的触序击中 飞行员将自己弹射出去 女王这时奔着飞行员而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劫持UFO的小队及时赶来 杰克小黑以及波比直接击毁了女王的武器 女王这时却发出指令 只见所有的UFO开始围绕女王飞行 形成了一个实体的防护罩 就这样女王向着51区袭来 人类根本对他束手无策 这时轰炸小队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立刻推动推进器 UFO进入聚变模式 这是在外太空才会使用的模式 只见他们撞毁一群 UFO成功摆脱女王的控制 女王这时也来到了白球的存放地点 他直接击碎墙体 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白色圆球 就在这时摆脱控制的轰炸小队 绕到了女王的身后 他们火力全开集中 射击女王背后的致命 最终女王的铠甲被成功打穿 女王也从铠甲中爬了出来 然后倒在了地面上 就这样他死亡 所有的UFO立刻失去了 动力坠毁的地面 而钻取地盒的飞船也停止操作 人类再次获得了胜利 外星飞船再次离开了地球 但是逃跑的外星人 在回到母星后 一定会选出新的女王 再次席卷而来 人类能否抵挡住 下一次的袭击呢 这也是白球表示 会将所有的技术分享给人类 这也就表示 人类或许会实现星际穿越 直击收割者的老巢 下一部电影 会不会就是人类 在重组母星的故事呢 这部影片让我想到了 星际争霸与质量效应 关注土豆 咱们下次再见